第五百八十集 至少有一个宗门被灭 据说雪蒙和诸多势力 就是死在这个人手中 还有 前几日你们可听说 有千诀玄女降临昆仑须 无上威压之士警告道宗 任何人不准再动夜市天 更是将夜市天收为地责 单单千诀玄女的庇护 便让无数宗门闻风丧胆 你可以不知道昆仑须 十大宗门是哪几个 但是千万不要不知道 夜市天这三个字 长发青年的解释 瞬间唤醒了众人的记忆 千诀玄女庇护的那个夜市天 夜市天不是消失了吗 居然又出现了 而且这一次 直接是针对苍穹榜 关键 他怎么可以一下跨越 这么多个名次啊 已经七百五十名了 这是什么妖孽呀 众人心中惶恐之极 更是死死的盯着那个金色的文字 好在文字渐渐的停留了下来 最后稳定在七百二十七的位置 这个数字看起来并不一般 但是要知道 这苍穹榜 可是涵盖了那些上古老妖怪啊 能在二十来岁踏入前八百 几乎没有几个 关键从没有人能这样 一下子跳到七百多名啊 简直就是见鬼了 苍穹榜的石碑下 一个个表情极其惊悚 仰望着石碑 毛子中尽是恐惧 而夜晨的名字跨入九百一十二 倒是显得有些暗淡 如果在场的人知道 夜市天和夜晨是同一人 恐怕表情会更丰富吧 亭子 两个老者已经站了起来 眉头紧锁 这夜市天什么路子 来自哪个纵门 一个老者好奇道 福泽之地的老者却是摇摇头 这夜市天 我倒是听说过几次 极其神秘 相传好像来自华夏 至于具体事情 我就不知道了 算了 这夜市天固然逆天 也无法破坏整个大局 距离那个百年之约 还有一年半了 这一次 不知道谁能扛起大梁 还是说再一次逆来顺受 哎 应该是后者吧 昆仑须的那些地尊境强者 亦或者宗门掌舵者 都没有了往昔的血腥 只有对未知的惧怕 他们永远忘了 在上古时代 昆仑须的那些大能 有多么的强势 另一个老者听到这句话 眼神也是充满了落寞 他伸出手 拍了拍福泽之地 那位老者道 算了 有些事儿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 今日不是寒家组织会议吗 也不知道这次是哪些青年才俊 进入血灵秘境 血灵秘境一年比一年强啊 上次死了八十人 这次恐怕人数要过百吧 只是若不在里面强大 最后依然是一样的结局 两位老者说完摇摇头 又回到了椅子上 闭上眼眸 仿佛什么都不再关心 老喽 我们就不掺和了 与此同时 墨家的队伍距离寒家之地 还有半个小时的路程 车内极其的安静 叶晨闭上眼眸 不断运转九天悬崖绝 他发现 这功法竟然对炼体 还是有奇效的 炼体和修炼 两不相通的存在 但是九天悬崖绝 却是有着很强的包容性 就在这时 队伍停了下来 叶晨睁开眼眸 看了一眼外面的叶灵天 问道 发生什么了 叶灵天表情古怪 店主 也没什么 前面发现了几具尸体而已 没什么事 哦 叶晨点点头 不再理会 大概是墨家的高手 把拦路的尸体清除了 队伍继续前进 但是 就在队伍擦肩而过 那几具移除的尸体之时 叶晨感觉到了什么 毛子透过窗帘 向着一个方向射去 视线之中 是一具 血淋淋的尸体 而尸体的口袋之中 露出了一个塑料袋包裹的东西 单单一角 上面有着精美动漫图案 甚至还写着 华夏天河省高科食品加工厂 昆仑须出现华夏的东西并不奇怪 但是出现此物 就只能是一种可能 几鳞 因为这些零食 是他当初送给几鳞的其中的一种 不再犹豫 叶晨一只手掀开帘子 化为一道残影而去 墨家队伍感受到了什么 更是停了下来 墨维海看着叶晨的身影 有些好奇 做了一个停下的手势 然后 骑着坐骑向着叶晨而去 叶先生 怎么了 你认识这些死者 我看他们身上的伤 应该都是一箭致命 手段虽然算不上残暴 但却是碾压 叶晨没有说话 从其中一人口袋中 取出了那袋糖果 手指掐绝 一道赤红的光芒环绕在手心 更是渐渐包裹住了糖果 而叶晨的眼前 却是断断续续出现了几幅画面 因为实力受限 他能看到一些属于几林的画面 却看不到动手的强者 应该是那些强者 远远超过了他的实力 他的眸子变得极其沉重 从画面中 几林应该是出事了 至于还有没有活着 那便是一个未知数 他的术法甚至无法确定 动手的那群人是什么来历 该死 叶晨一拳砸在了地面之上 瞬间出现了一道深坑 几林和几思青都对他有恩 他不可能见死不救 此刻的他心中有着几个疑惑 几林应该和天兰宗的人在一起猜对 为什么画面中会显示单独一人呢 就算是有特殊情况 几思青也应该跟着猜对 还有既然经过这里 必然是去寒假 如此多的强者 为何几林一开始就有种受伤的感觉 莫维海感觉到叶晨心中的愤怒好奇道 叶先生 到底发生什么了 或许我能帮你缓解几分 叶晨看向莫维海站起身 如果我没猜错 我朋友很可能被人带走了 我想确定他的下落 你可有办法 莫维海一正 却是犹豫的摇摇头 叶先生 寻人的术法不少 但是此地已经被大能用某种力量封闭和限制了 一般术法想要知道这里具体发生什么 很难 不过 既然没有在周围发现你朋友 那你朋友必然在前面 此地只有一条路正是通往寒假 动手的人极有可能是这次参加会议的一些势力和宗门 莫维海虽然好奇叶晨的朋友是哪位 但是如果他能帮上忙 自然会帮 只可惜 此地不是临海城 而是寒家的地界 若真的束手无策 他只能降低身份去向寒家求助 叶晨站起身 眸子微眯 通过刚才的竖法 他隐约能感受到一些被遮蔽的东西 那是一块黑色墓令 应该是属于带走几邻的那批人 至于这群人为什么带走几邻 他就不清楚了 走吧 去寒家 眼下的寻找显然不切实际 此地被设下禁止 一般术法也无法追踪到几邻 唯有借助莫家的关系去寻找几邻 只是不知道几思青知不知道这件事 这丫头就放心自己妹妹独自一人 队伍再次前进 这一次叶晨没有闭眼修炼 而是目光凝视着窗外的一切 他发现 这一次去寒家的不在少数 一路上至少遇见了三四十波队伍 队伍中最低的也不过是虚王景 至于圣王景一个都没有 甚至每一个队伍中 都有几位气息极其恐怖的存在 想必在昆仑须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半个小时后 众人总算赶到了寒家之地 寒城 占地千亩及其辽阔 建筑林立尽显恢弘 与此同时 寒家之地的一处客栈 套房之中 几思青来回的踱步 脸上尽显愁容 而他的面前正站着天兰宗的柯长老 柯长老 您上次动有宗门之力寻找寄灵 怎么会到现在还没有下落 几思青还是问道 他的妹妹已经失踪许久了 不知下落 仿佛人间蒸发了一般 他了解自己的妹妹 不可能不告而别 但是自从闭关修炼之后 他就没有收到任何消息 这次来寒家之地 他本不打算来 但是当科长老告知 寒家有术法 可以在整个昆仑区寻人 他这才强行破关出来 但是一路上 他心中的不安越来越强烈 毕竟是姐妹 能清晰地感受到对方的危险 几思青固然天赋和实力强大 但是在面对眼前的一切 他有些惶恐了 科长老 我们现在就去寒假 我一定要知道妹妹的下落 几思青坚定道 科长老毛子一缩 他自然不可能把天兰宗 追杀几林的事情说出来 几林听到了不该听的 为了利益 他们自然不得不对几林下手 可惜 哪怕他们动用整个宗门之力去寻找 依旧没有下落 在宗主看来 几林的实力在昆仑须只能算不错 但是面对一些强者 显然没有自保的权力 科长老拍了拍几思青的背 安慰道 思青 寒假会议还没有开始 他们谁也不会见 至于几林 他这丫头古灵精怪的很 不会出事的 你现在还是静下心来修炼吧 这一次 这一次血灵秘境 不管如何都要通过 此秘境 死亡率极高 不能小事 几次青现在 哪还有心思修炼 绝美的脸庞尽是愁容 知道了 科长老 你出去吧 科长老点点头 直接离开 更是来到了 另一处屋子 下面 还是继续炼 没有 电话 所有否则 都说了 不需要 入口